我看就您女儿好了 不不不 我女儿她已经许配给人家了啦 这么漂亮的女儿许给谁家了 我娘早就把我许配给一个糟老头子了 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甘牛屎上了吗 可惜呀 虽然我那个女婿啊 她是年岁大了一点 不过人家她可是峡谷柔肠的大英雄啊 是我这个笨女儿高攀人家啦 是啊是啊 说到这个峡谷柔肠啊 那是因为我的老公肠胃不好 时常胀气还会放屁 就是啦 人吃五穀杂粮哪有不放屁的 其实我这个女儿 自己毛病还真多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打呼磨牙说梦话 啊能够叫她这种老公 人家不嫌她就不错啦 足足有余啦 啊这年轻人啊 这种喜欢怪罪别人啦 啊 阿妹啊 刘老公 能采能繡,不會讓您失望的 對對對,不會讓您失望的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繡妝的姑娘啊 我們強兒平常最喜歡繡花 她最喜歡繡花的姑娘 只要將軍跟夫人同意 那我這就上河家去提親 只能收合這莊親事 對對對,只能收合這莊親事 對 對,這... 娘 娘 強兒回來了 哎呀,強兒 這大半天的你上哪去了 爹,娘,我去看女婆婆 吃了你給人生,身體好多了 娘,我經過菜場的時候買了好多繡縣 哎呀,你從丈姨媽那給我把菜籃拿回來了 哎呀,這位真是令郎啊 真是一表人才啊 是啊,是啊 他長得最像我了 張伯伯 小犬不成器 希望你去提親的時候 要多美言幾句吧 將軍夫人放心 一定會的提親 什麼 來跟俊蘭提心 還是個將軍的兒子 嗯 這古董荷包的配色配得真好啊 我的還略選一籌 還真得好好學習 嗯 強兒 你在藏什麼 拿給娘看看 別怕,你爹戀拳閃了腰 現在房間裡面休息呢 快點,給娘看看 娘,古董荷包 啊 娘,您坐 在哪來的 我在路上撿到的 哦 本來要還給司祖 可是啊 她卻走得無影無蹤 我想哪天碰巧 在路上再遇到她 我再還給她 嘿 我看啊 你秀得也不比她差嘛 唉 你啊 你是偏心兒子 我不是偏心 是擔心 你知不知道 今天到咱們家來 那個張婆婆是誰啊 她是張媚婆 我特別來幫你說門親事 搞不高興啊 娘,我有一個請求 什麼 如果要說親的話 我一定要親眼見到那位姑娘才行 強兒 你就別太挑剔了 娘 不是我挑剔 我只在乎性情 你知道嗎 前幾天我在路上碰到一群人在打架 那個豬肉嫂 她好兇哦 我在想 如果那個女人去進門的話 她一定會把家裡弄得雞犬不黏 家宅不安 我從小到大 都已經讓你們夠煩惱了 我怎麼可能再讓自己的媳婦 讓你們受氣呢 唉 我已經這麼不成氣 已經 好了好了 胡說八道 誰說你不成氣啊 你是娘最天心最孝順的好兒子 娘 你不用安慰我 其實我自己都知道 你花了多少苦心 在爹爹面前維護我 我都明白 可是我天生 我就不喜歡陳勇斗力的事情 小時候 鄰居的男孩子們 他們老是玩官兵強盗 親媽打仗 我不玩 他們就罵我娘娘槍 我真搞不懂 男孩子們 為什麼就一定要動刀動槍 燒菜秀花 這些事情做得好 不都是一種成就嗎 我不懂 可是沒有用 我真的希望 我能跟別的男孩子一樣 娘 我希望 不用再讓爹娘煩惱受氣 我甚至希望立功成名 我甚至希望 戰死沙場 換得爹爹一聲讚美 強兒 真是我們田立家的好孩子 強兒 你不要說 你要當明白 你要當明白 娘 你不要哭了 我不忍心讓你哭 娘 強兒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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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是太好了 終於有人來提親了 是啊 有人來提親已經算是撿到的 居然還是個將軍的兒子 簡直是中了特產 真是的 恭喜夫人 恭喜小姐 拜託 你們幹嘛高興成這個樣子 好幾個月啊 好像我是余仙 這麼賣出去就要發臭了 是不是 我也只不過最近飯量真多 多吃你們兩碗飯 你們就這麼急著把我踢出去啊 你真真真真真祖母 我可不講 傻丫頭 你要求像人家 人家也會要求來像你啊 像就像啊 本少爺還怕他像 你看 你開口閉口的本少爺 嚇到把人家嚇跑了 誰還敢像啊 不管啦 反正如果你們隨便去找一個那種 一碰就找定若不禁風的軟腳俠 打死我都不講 誒 她今天怎麼不跳窗戶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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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趕快跟著我 小姐 你趕快要跟著我 你趕快要跟著你 燕兒 你讓我一個人在在心 行不行啊 你是B正方 不是不是 你是B正方 不是不是 你是B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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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 說什麼 說清楚一點 是不是在罵人 喂 你這幹嘛 你是不是B正方 瘋了個頭 誰跟你一起瘋啊 不是就滾開 沒看到老爺在辦 你這叫騷擾良民 小姐 回去吧 對 對 少管閒事 女孩家就跟他回去繡花 別愛著老爺抓賊 抓賊有像你這樣抓的 你問人家是不是賊人家會承認嗎 真是笨到你姥姥家去了 還有還有 你看看 你看這位老婆 還有 你看看他這麼老的 冰成這個樣子 他骨頭都快散掉了 他能做非賊嗎 他怎麼可能不是大到一陣風呢 去去去去你了 老爺我心騙三神 抓過大小七十二個賊 如何抓賊 還用得著女兒來教 憑你要抓賊啊 我看去抓老鼠還差不多 你侮辱棺材 防來過我 我抓你回牙門去 去就去 正合我意 不要吧 小姐 你在惹事 我怎麼跟老爺不能交代啊 別怕 我這不幸沒有地方可以講理 不怕最好 跟我回去 跟你走是沒有關係啊 但是你要放開你的狗爪 你跟我回去 放開他 小姐出來玩 在這找姑娘的茶 有的賢工不怎麼抓賊去啊 是 小姐 有件事我想請教請教 免得下回碰死小姑娘又得罪了她 她是誰啊 她 是我的心上 快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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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小姐不跟你說話 就算之前我得罪過你們家小姐 可是方才我替她解围 那也算扯平啦 那邊謝不謝一聲 太不近人情了吧 我跟人才講人情 我跟狗講到什麼人情啊 沒關係 姑娘 你越辣我就越喜歡 你越辣我就越喜歡 不用 對 有其貨 必有其子 你不能把我老子跟我比啊 雖然她姓王 我也姓王 可是她眼裡面只有金融財寶 只有我們還醉得連香洗 你不要臉 上次在大街上追這個姑娘 搶逼人家 你還連香洗一個屁 哈哈 柯姑娘 你吃錯了 我們走 柯姑娘 你去對我笑一下 如果你對我笑一下 就算全天下所有的美女都站在我面前 我也不會正眼看她們一眼 真的 我發誓 你到底滾不滾開 小心我揍你 好啊好啊 我等這顆等好久了 你知道嗎 柯姑娘 自從上次那臨走 匆匆的一腳啊 我回去之後 我通體舒暢啊 你就嫁給你 這樣子我這一輩子 就可以任你打 任你揍 告訴你 你啊 確定沒有這個服氣了 為什麼 因為 已經有人向我們家小姐提親了 那些何等家事 那些何等人才啊 你啊 你就死了這條新的 有人跟你們家提親 走啦 跟這東西多說什麼啊 要搞什麼 好 何俊 就算你上了花轎 我也要把你弄到手 啊 真的有紅色 我告訴你啊 媚婆已經想出辦法來了 相親那天啊 你就到桂湖莊去遊園 看看滿不滿意 也用不著說話 這樣啊 不露痕跡 大家卻心知肚明啊 這樣好 不管沉不沉啊 也不能給外人落個畫餅 大家就約在土地廟旁邊那個太白酒樓吃個飯 認識認識 彼此也好有個底 你可別跟我開玩笑啊 人家是名門子弟 規矩大著 你一定要做出個大家閨秀的樣子 否則啊 這件青事就完蛋了 聽說人家眼界挺高的 你可要擺出男子和大丈夫的樣子啊 否則這樁婚事怕要泡湯喔 娘 我不會啦 簡單嘛 你就 就像你爹那個樣啊 啊 要踢光頭嗎 你的胸挺高一點 胸挺高一點 頭抬高 再試試 再走 再走 頭抬高 再試試 再試試 眼睛瞪大一點 眼睛瞪大一點 眼觀鼻翼 鼻關心 我乏細小 裙脯不動 見人呢 就輕輕扶一扶 哎呀 我不會了啦 不會 看我的啊 看你啊 看你啊 眼觀鼻 鼻關心 步伐細小 裙擺不動 見的人呢 就輕輕的扶一扶 公子萬福 奴家快笑 你別笑了 不要不要 起來 好 好 跟我唸一遍 公子萬福 奴家真相有理 公子萬福 奴家真相有理了 你這叫問好 你這叫討債 聲音輕點 聲音輕一點 好 娘 我不玩了 失陪 誰啊 總有一天 我會在窗戶外面給你七道牆 我看你還跳不跳 這位是河雲外 雲外夫人 鐵力將軍 鐵力將軍 還真是老當益壯 身體不錯吧 好 還好 河雲外你也好吧 好 府上是名門高地 我家是小生意人 只怕小女是高攀了 千萬別這麼說 府上和秀名聲響叮噹 不只是百年積夜 成就非凡 現在還尚達天廳呢 我們只不過是五夫世家 還希望令愛不要嫌棄才好 好 都好 這鐵力家的強少爺 他是能文能武 神勇英明 沒錯 我們這一代都知道 還有 這何家的何俊男姑娘 是文靜賢淑 才貌雙全 對 我們這一代都知道 你對你們這一代知道的還不少嗎 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張媚婆 這個店小二丫頭長得這麼像另愛 二女兒了 第二得了 沒事 也會來這裡幫忙 真像 雙胞胎了 張婆婆把小犬說得太好 他是獨生女 從小就被灌壞了 還希望 還希望福尚多多擔待 多多擔待 是啊 不過 俊蘭的心地也很善良 不不不 二位把這些說得太謙虛了 不不不 我們沒有太客氣 我說的 我說的是真的 老實講 我說的也是真的 真的真的 大家都是真的 大家真心互對 一誠相拜 這門親事一定美滿 來 哈哈哈哈 請大家 這兩對老的 現在是讓你補好歲了 那兩個年輕人 現在上妻不就要怎樣 我知道 應該是無問題那樣 小姐 別上亂談嘛 一會兒那位公子來了 朝見多失禮啊 我知道你也不想來上親 可是 好歹你也裝裝樣子嘛 頭上這麼重 裙子這麼窄 還要擦這麼多妝 真難受死了啦 哎呀 真是糟糕 你看這胭脂 這怎麼辦 一會兒怎麼見人啊 等等等等 你要是不是說 那位公子 會拿起一支竹葉 呢 剛剛真的 Melo 怎麼知道 我怎麼聽到了 因為我更有心 來吧 這家母啊 讓他們澄清之後 早點多生幾個孩子 這樣我們兩家就 人家希望家運昌隆啊 好 好 當然當然 我會叫俊蘭好好持家 孝順功夫 哎呦 我們強二也會孝順二老的 對不對 太好了太好了 我真希望明天他們就成親 太好了太好了 我們馬上就結回親家 好 恭喜恭喜恭喜 謝謝 謝謝 謝謝啊 嗯 啊 不是啦 你姐姐在送什麼 到哪兒了 怎麼 我的老婆有了 平常我沒事我都練練劍 打打拳 哦 那你平常都是練些什麼拳啊 武當派的少林拳 姑娘你呢 嗯 我平常在家就是 就是彈彈琴啊 花花花鳥還有刺繡 真的啊 刺繡很好啊 你那荷包是打哪來的啊 你說這荷包啊 我問你 你那個洗上眉上的荷包打哪來的 你這麼兇幹嘛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啊 是不是偷來的 你不要含血噴著啊 不是撿來的 剛好就是我吊的 亂講 我看到的是一個 打棒扶貧公子吊的 公子就是本小姐 拿拿 我要還給公子的 我跟你說公子是本小姐 你聽不懂啊你 你亂講 還我 這是我的 還我 還我 什麼還你是我的 還我 還你 你個小偷 你還我 小姐 還 小姐 你讓我還過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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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幹什麼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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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走 我拿走 我還給我還給我 你給我還來 小姐 你放哪裡 拿走 小姐 那你還來啊 不要拉我了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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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啊 小賊 小姐 小姐 你这个小子 东西呢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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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姑娘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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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要动手 住手 你这个疯妥子 干嘛打人啊 你骂谁疯妥子 我骂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我的女儿 骂我儿子是你女儿 她就是你儿子 我打开了 没拆我们的母 你这个样子 这个下可好了 不但给我砸了亲事 连河江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奶家的闺女有你这种德性 难怪铁皮家的人把你骂得正的 真是家门不幸 哎呀 我要是真嫁给她 那才是家门不幸 是我家还是她家 你就是这个老天真 没大没小 怎么教女儿呢 你给我下来 陈吉啊别气了别气了啊 你记不记得 那个铁力公子逃到酒楼来的时候 他有这么大的一个人 还扭扭捏捏的 往他娘的怀里钻啊 亏得那个媒婆还把她捧上了天 说什么允文允武神勇英明 没人的话根本就不能相信的 信了没人话肯定倒大霉 张媒婆居然骗我 说何姑娘长得文静贤熟才貌双全 根本就是个虎姑婆嘛 来 娘看看 哎呦 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好狠哦 疼不疼 娘好疼 忍着点 大夫马上来了 擦了药就不疼了 大夫来了 你还长个男人吗 我看他那个样还是个男人吗 一次的男人气概都没有 还想讨老婆呢 笑死人了 他都能叫铁地墙 那我岂不是能叫威尔刚了 俊兰 娘知道 你是对铁地家那个孩子不满的 没关系 娘才另外给你第一门轻视 娘 为什么一定要嫁人 我宁愿一辈子留在家里 那成亲到底有什么好啊 不自由不自在 东规矩西规矩的一大堆我才不爱 尤其是那次软爪虾 我看到他的窝囊像 我就想揍他 女儿啊 你不成亲你的终身要托付给谁啊 为什么一定要托付给谁呢 托付给自己不行吗 一个人孤零零的过一辈子有什么好呢 你要有自己的家 所谓成家成家 一个人怎么能成呢 瞧你 长得挺清秀可爱的 只要肯做出一个女孩该有的样子 你还怕嫁不出去吗 乖 听娘的话 娘一定要证明 咱们俊兰可是人人都抢着吃的香伯伯 香伯伯 听到肚子都饿了 我去厕房看什么可以吃的啊 你去看香伯伯啊 好了老爷 改天再教训儿子吧 你看他伤成这个样子 你说什么 他伤成这个样子是被个小姑娘打的 小姑娘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他不是个废物 他是什么 我们天力家的文明 现在就真正扫地了 光辉拳头有什么了不起啊 没大脑 那像我们强儿 瘟瘟瘟瘟 又聪明 谁会看到这么凶狠的野丫头 你 好吧 好 你就说 你继续地说 你继续地宠 你现在把他变成什么样子呢 你看 对 我就是宠他 因为我觉得强儿是 是全天要最好的孩子 他是我的新肝儿宝贝嘛 娘 不要 不要再替我说谎 爹没有错 都是孩儿的错 我不争气 我不丧气 我不丧气 我 我 你自己知道 不争气 不丧气 那你竟然 你竟然还在给我 继续在这里死休 你 我不争气 我不丧气 辜负了爹爹和祖宗的期许 爹 你不要气坏了孙子 那我的罪过 就会更大更大 你怎么会这么娘娘呛 我铁立钢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年 养了你这样的儿子 我们老爷 你不要生气了吗 你想想看 我们有这么乖巧 这么孝顺又贴心的儿子在身边 多好啊 不要生气了 是 你们牛人家就是这么一点见识 你知道吗 战死沙场 马格果实 这是有之男儿的最高境界 我们亲戚同辈的那些侄儿们 个个是勇烈争嫌的重军报复 有的保护皇城 有的捍卫边疆 有的战守成亲 只有他 只有他给我躲在屋子里修花 你叫为父的真是通心疾首 亲和一看哪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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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溼漏星星 老爺 老爺 怎麼了 忠兒 忠兒怎麼了 快快那個 天王保新丹 忠兒你要知道 保新丹 保新丹不見 保新丹怎麼不見 忠兒 忠兒不是有危險嗎 忠兒 忠兒 你真想要我 天王保新丹怎麼不見 忠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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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头 爹陪你吧 小石头 爹真是对不起你 听说那天王保姓丹 是可以让你起始回生的灵药 爹都已经到手了 爹就是恨不下心的 小石头 爹如果要把那个药拿回来的话 又会造成另外一对伤心的父母 爹好为难 小石头 你怎么会这么娘娘呛 我铁立岗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年 养了你这样的儿子 又来了 机会又来了 怎么回事 不来不来 恭喜老爷贺喜夫人 坐坐坐 府上就快请街坊亲友喝喜酒了 好 谢谢您的金口 李媒婆今天来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 当然是提亲来了 是哪家的子弟 不得了啊 是本县县太爷的公子啊 就是那天啊 带人上门来找俊兰寻仇的你们家 真是太荣幸了 不过 我们家怕是高攀不起 我家俊兰的个性实在太过刚烈 若是嫁给王公子 届时怕回闹得不可开交 这做官之家乃是非之地 与咱们绣装 单纯经营生意不同啊 咱们两家的环境差异太大 怕小女她不习惯 老爷啊 您忽略了 那些会生是非的 都是些没能耐的乖 做官啊 最怕没靠山 只要你有关系 那就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你们可要知道啊 当今的国舅 可是县大老爷的表姐夫啊 谢谢媒婆 请你替我们回个话 就说我们会细细考虑这件婚事 三天之后再做答复如何 好 就这么说定了 我这就回去禀告 希望能看到好消息才是 告辞 告辞了 拿什么国舅来引诱咱们啊 靠山不如靠自己 万一山倒了怎么办呢 哎 怪来 王公子那天来强凶霸道 跟俊兰两个就像乌眼鸡似的 恨不得你把我吃了 我把你给吃了 他什么时候看上咱们家俊兰的啊 你管他是什么时候 有人看上总是好事啊 哎 那可不一定啊 连我都不愿意接这门亲 俊兰他哪肯啊 绝对不嫁 我知道你对王公子的印象不好 可是年轻人嘛 家里有财有事 嚣张浮躁一点 娘 他是为你吃蜜啦 说的这么甜 在我看来 你也不输给他呀 哎 那怎么会一样 我是打抱不平 他是坏事做劲哎 你才认识他几天哪 你怎么知道他坏事做劲 再说 他的家事可不辱莫你 算起来我们还是高攀呢 喂 要派你去派呢 别找我了 娘拜托你 你看娘天天为了你的婚事 娘 娘我跟你讲 以前我是怕你唠唠叨叨 一说说个没完没了 所以你叫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可是今天你这招不灵 就算你说个三天三夜 我也跟你凹到底 你这什么态度 儿女的婚事本来就应该由父母做主 由不得你 娘 娘 小姐 夫人在这来真的了 宁儿 帮我打包 我 我的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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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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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